- 老胡你搞那么大阵仗 什么情况 - 来吧- 来吧 廖总 请 廖总 审核资料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在会议室我带您过去 会还没开就找您留走啊 老胡 我头好疼 不太行了 我先回家了 这可不像你 假扮费都不要 我这次是真难受 受不了了 我会找您的 我给你带您的 麻煩你带我去 你的咖啡 廖總 這是千鈞的技術總監 專利的是由他和您對接 這邊請 你好 我叫廖雲成 請問怎麼稱呼 封茜 初次見面請多觀賞 請多觀賞 如果方便的話 幫我換一杯 莫卡 封公的手藝 讓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 廖總 您說笑了 您這種搭訕方式已經過時了 我一直對甲方很傷心 這次應該只是碰巧而已 好 那就請封公 詳細介紹一下專利的設計思路吧 不是走個過場嗎 怎麼還來真的 現在她說不유롭嗎 你誰對辦法 怎麼決定 我本來只要你 想一趟 第二步寫上答案 第三步 收起 你要把這個 这个很简单 第一步 我们需要把机器打开 第二步 让空气进去 第三步 压缩空气出来 是这样吗 是的 专利是有人不了解所涉及的产品 专利系尾造 审核不予通过 好久不见 廖云成 你好 普通朋友 科学研究证明 摩羯座气性很大 果然没错 乃国科学家还研究这个 还有请问冯总监 为什么作为技术总监 连自己公司的专利都不了解 那还不是因为你 还不是因为你临时要看 学长 你说我们这次能通过审核吗 你觉得呢 学长 不可能 我还什么都没有说呢 你想说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假冒冯倩是我错了 但是你不能公报私仇啊 想通过审核就用专业说服 不是 这本来也不是我的工作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我只负责审核 解决问题也不是我的工作 行 本姑娘不伺候了 这么轻易 就服输了 你说吧 怎么样才能通过审核 这个技术 才是你们整个研究的核心技术 认真听 我再听 你干嘛总打我呀 这里不是卫生间啊 我又走错了 你按照公司审核的所有流程问他 他会如实作答 我说什么 通 逢宫 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审核流程录音 请您根据我的问题作答 是吗 你问 廖总 您看今天的审核 审核结束了 后面等通知就行 廖哥 录音笔我已经放到你前女友的口袋里了 你为了这个千句能过审 也太费苦心了吧 还现场教他专利审核 就这白眼狼还跟你分手 我这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您这么费苦心 要是还不能通过 那就太可惜了 生产那边的事 我研发得插不上手 这闲事 管不管你来定 我封了你 公司高层正值新老交替 生产部和技术部向来在对立面上 这次站队也是如此 你回去以后还是要盯着生产部那边 别让他们节外生枝 好 喂 录音笔啊 好 那麻烦您送过来吧 就在门口的商务车上 谢谢 老亮 我可好心提醒你一下 这可是主动跟你分手 把你气得半死的前女友啊 你再死缠烂打 小心重蹈覆辙 当我没说 赵经理 廖云城 这个麻烦你转交给赵经理 下次再见 下次是什么时候 复审的时候 复审你们公司没机会了 初审过不了 为什么 理由呢 想知道就上车 你真的想知道审核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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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有结婚打算吗 没有 我们公司到底能不能过失 要等董事会研究结果 你 当年为什么说分手 当年我已经说过了 当年你说谎了 我要听实话了 廖云城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纠结分手原因 你是不是觉得 当年是我死皮赖脸追的你 去看一看 对 小赛哥 给你女朋友买醋香花呗 便宜点卖 师傅 你误会了 我 不用了 我们不是可以送玫瑰的关系 对 从长相上 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俩是亿父亿母的亲兄妹 骂人 神经病 廖总 我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以后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当年为什么不说 当年太幼稚了 没想那么多 行 谢谢你的坦诚 那我先走了 廖 廖总 您怎么在这 上次有些补充资料 我来找胡总取一下 胡总不在 这样 那可能要麻烦同经理 送我去一下机场 我送 廖总你自己的司机呢 他喝酒了 开不了车 那你应该自己会开车吧 那我给你 现在我也开不了 那就麻烦同经理了 那就麻烦同经理了 对啊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我妈 我妈挺好的 医生说两年不复发 就算控制得好 五年不复发就算痊愈了 现在都四年多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不是在问我妈生病的事吗 所以陆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我妈是什么人 你做过她学生总知道吧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前几年代毕业班 不分昼夜的工作 结果出现了吞咽困难的症状 去检查之后才发现 是癌症 当时害怕吗 当时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但幸好后来治疗还算顺利 不会再这样了 我回来了 团队 我走了啊 嗯 我走了啊 嗯 这个项目进度 两三天就回来 好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在说什么 我在跟你汇报行程 你去那么久车怎么办啊 这里停车费很贵的 每小时十几块呢 要不然我开去你家吧 或者你公司 你朋友家也行 听你家吧 听我家 你不是我朋友吗 是 我也是你朋友 但是万一我把你车刮了碰了怎么办 我可赔不起啊 没事 我在你那里存车的费用 按照这里的标准二分之一给你 你放心 我出事都不会让他出事的 反了 你比任何事都重要 真走 宝宝们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特别好用的大地色眼影 小董实力推荐哦 博主好好看啊 爱了爱了 谢谢 这妆看起来好简单啊 能不能教一些复杂的 主要是每个人适合的妆容不一样 所以说要想要浓妆的话 我改天也会跟大家分享的 博主的眼影是什么呀 求仲草 我的眼影就是这款呀 快点购买吧 好了 那今天小董的彩妆分享就到这儿了 想要聊天的宝宝 我们晚点再见 拜拜 念念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公司有事 加了伙伴 不是吧 大周五的 你们老板还剥削你啊 秋芬啊 我跟你说件事 说吧 我好像沦桥 欣赫谁啦 不 等一下 你先回答我 还有没有 一百八十五厘米 一百八十五毫米和一百八十五平米 有 有 应该有吧 不是吧 这发展也太快了吧 连长度都知道了 你想什么呢 你脑子里怎么天天想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他就是我一个 非常普通的甲方爸爸 但是他把车压我这儿了 不会是廖云城吧 不是 不可能 那他也是第二个廖云城 你知道一个男人把车压在你这儿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自己想啊 意味着 意味着本仙女值得信赖 屁咧 你想啊 车呢 是男人的第二个家 有的男人呢 会在车上写 车和女人 数不外鉴 怎么可能会因为信任 把车托付给你啊 只有一个可能 他在 屁咧 明天